《旧金山》 從上海到旧金山 空中飛行將近12個小時 劉偉勳是這次房車自駕遊的 發起人和組織者 他曾經和這些老知青 同在一個農場插隊 恢復高考後 他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出國潮中 劉偉勳先去了日本 之後到了美國 如今在旧金山開公司 對美國十分熟悉的他 為大家登起了全城導遊 這個就是三藩市的全景 我們現在在鳥看全城 那我們看到很多Building的地方 那個高樓大廈這方 就是三藩市的Downtown 美國人說Downtown的意思 就是市中心的意思 這個是在很多明信卡片 都有的對不對 上海老知青自駕遊行動 受到了旧金山 灣區華人社團的支持 他們為老知青 舉辦了熱熱鬧鬧的歡迎會 過去中國人常說 我們的朋友變天下 如今是中國人自己變天下 旧金山的華人有25萬 佔旧金山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為參加 旧金山祖阿 采慶鞋 segu祝祖阿 在自駕團的歡迎會上 他們終於又相見了 師徒倆在美國會面感慨萬千 她是我人生的導師 她教我怎麼做人 還有她是我工作人員 她都沒過來 我跟最多女王 就是要跟哥加班子 來 大家請坐一下 來 大家來 過來 過來 導遊 導遊 導遊開始免費介紹 三分四是政府 現在舊金山市的市長也是華裔 原本劉偉勳還打算請華裔市長 和上海自駕團見一面 後來因為市長太忙 見面會就顧不上了 這些黑兄黑妹們 於是就富有想像 又帶點調侃的動員 劉偉勳有一天 也來競選舊金山市市長 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天劉偉勳 能夠到這兒做個市長 參議員 做個參議員 對對對 這個還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但是要你們投票 雖然說老知青們鼓動劉偉勳 競選市長是開個玩笑 然而也許是因為他們的人生和命運 幾十年來都和國家的發展變化 緊密聯繫在一起 所以他們對於家事 國事 天下事 是事實關心 當他們從媒體上看到 習主席六月上旬 也要來美國的西海岸 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的消息 都有些激動和興奮 萬一能碰上那個 習近平主席 那我們更高興了 對 六月八號 那習主席也是自信出身 在舊金山碰到那個習主席 他要是太貓 就把他拿到我們車上一塊吃飯 我想我們來就是一個夢 對 夢的一部分的世界 一群中國遊客 高舉著旅行團的團旗 在舊金山旅遊觀光 無論是當地的美國人 還是外國遊客 對此都覺得挺好奇 更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團旗上 因為寫了黑龍江農場知青的大字 甚至還吸引了 曾經也是黑龍江知青的北京一刻 我們都是一個農場管理局的 都屬於北安農場管理局的 原來他們是農場 我們是兵團 對不對 後來的話 這個兵團解算就變成農場了 對 我們是從北京出發的 是69年9月份 然後到的那個黑龍江 我們就是小魚 那這個真的是 這碰到總是有一種 他鄉魚固執的感覺 特別的清淡 就是一會兒就能 天下知青 很熟悉了 很清淡 天下知青 一家親 上海的知青自駕團 在舊金山待了一天半的時間 即使調整時差 同時也從馬觀花地 游覽了舊金山市內的幾個著名景點 6月5日 真正意義上的自駕遊就要啟程了 他們一共租了三輛房車 兵馬未動 糧草先行 我去拿著舊金山賣了 一整天的舊金山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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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人多錢 一百多塊 一百多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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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超市這麼多 吃的 喝的 用的 來來來 來來來 謝謝 謝謝 老知青的內心 都有著很深厚的知青情節 在往房車上搬運東西的時候 他們也會忍不住地想到 過去上山下鄉搬運行李的知青歲月 經常在舊金山賣了 我就想到那個人光 那時候我想了人光 在舊金山賣了 每次要吃那個人光 都說在舊金山賣了 因為人光農讓你比較辛苦 前後沒有人在上海 我打得起 然後我們四個小年 每一個小年 每一年走一個年 老老老老老把你走一個 老舊你走一個 千里你又讓我走 我想所有的箱子 所有把他們的東西 基本上沒有人被控 這下山來競爭 真的是客氣 房車自駕團正式啟程 集體懷舊 過往的知青歲月令人唏噓 我私人都是1969年6月份走了 也像這樣的天氣 很熱的 我現在在外國走的時候 很像一片 和我家後一遍 我看到了家人 也就是 因為他嘛 可是我朋友 我說我們小道路 我看到了家 我現在很像這個警察 結果現在是所有賤 跟葡萄芳老像 沒有跟葡萄芳ha 的警察真的不敢擁有 老志青挺進好萊塢 迪斯尼 电影中的精彩特技场面 令人惊叹 风景大好 人情温暖 旅途处处充满欢笑 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 鲍威尔湖 黄石国家公园 一路的旅程既有欢笑喜悦 也有挫折和泪水 60岁再出发 为您讲述老知青 美国之行的点点滴滴 真实第25小时正在